上一集我們把古埃及人的興衰歷程簡單講完了 尼羅河流域和兩河流域不同喔 它定期氾濫 周圍又有沙漠和海洋環繞保護 讓埃及人在一個相對封閉且規律的環境中發展 造就了令人嚮往的古代文明 還沒看過的人 可以點擊右上角的資訊卡 回去補一下喔 大家好我是克里夫 在講完政權更替後 這一集我們就來聊聊古埃及人的文明發展 而談到他們的文明 那最重要也最不可忽視的 就是他們的宗教信仰 因為古埃及人的宗教對他們的影響實在是太大了啦 反舉政治藝術文學建築甚至到他們的日常生活 都跟宗教脫離不了關係 簡單來講古埃及人的信仰是從多神崇拜 逐漸演變成一神信仰 最後又回歸到多神崇拜 在最一開始 古埃及還沒有統一之前 美洲城市都有自己信仰的神喔 但隨著國家的統一 各種地方或區域性的神旗也逐漸跟著合併 最後合併成兩個主要的神 其中一個是由各地區的守護神 所合併而成的太陽神利 另一個是象徵自然生長力量的神旗 被名為歐西里斯的神旗 所合併 他同時也是尼羅河的河神喔 這兩大神就是古埃及人最主要的信仰 至於其他的神位階則比較低一點 在古王國時期 太陽神利是最主要的信仰 同時也是當時的國教喔 他不僅僅是保護神 更是正義、公理與真理之神 他透過法老統治這個世界 換句話說 法老就是他在人世間的代言人 不過太陽神利 並不是針對單一個人降伏 他是整個國家的保護神 因此只有當全體民眾跟國家的福祉相同時 太陽神才會伺服全體國民 而另一位歐西里斯應該很多人都有聽過喔 起初他是作為讓植物生長 與肆與生命力量的自然信仰 後來成為尼羅河的河神 以及陰間冥府的主宰 至於他的故事相信大家都不陌生 我簡單講一下就好 原本歐西里斯是一位仁慈的統治者 但某一天卻被他的弟弟塞特給謀殺了 而且還很殘忍地把他的屍體剁成好幾塊 好險 歐西里斯的老婆把他的屍體給重新拼湊起來 讓他重新復活 這就是為什麼後來埃及人會製作木乃伊 並盡力保存屍體的主要原因 因為他們相信死者是能夠復活的 不過更深一層的含義則是 歐西里斯的死亡與復活 象徵著尼羅河規律 而且周而復始的氾濫 復活的歐西里斯又統治了一段時間後 最後還是不敵歲月無情的劉氏走向死亡 不過可能是因為他統治的能力太過優秀 所以眾神們都希望歐西里斯能夠掌管陰間 成為民府的祖宰者 所以古埃及人相信 人死後會到陰間接受歐西里斯的審判 他會把你的心臟放在天秤的一端 如果比另一端的羽毛還輕 那就會到天國去享福 但如果比羽毛還重 那你就完蛋啦 這樣的宗教信仰發展到中亡國末期 來到了高峰 太陽神與歐西里斯的崇拜逐漸融合 前者是生命之神 美好事物的捍衛者 後者是永恒生命的賦予者 以及死後的審判者 這樣的發展讓古埃及有了倫理的規範 讓人們不會輕易作惡 並歌頌正義與讚美善心 不過到了帝國時期 也就是新亡國時期 卻有了本質上的轉變 怎麼說呢 古埃及人為了要趕走當時的入侵者 希克索斯人開始崇尚武力與戰爭 雖然後來他們確實把希克索斯人給驅逐出去 但也因為戰爭的殘酷 讓他們逐漸對傳統的倫理與知識 不再那麼重視 反而呢 魔法與迷信開始盛行 這也讓祭司們的權力慢慢變大 他們開始販售一些符咒與咒法 有的能幫助使者進入天國 有的能夠防止心靈動搖等等 而將這些咒語集結起來的書籍 就是後來鼎鼎大名的死亡之書 在這樣魔法、橫行、迷信、巫術的行為 走到了極端後 終於引來一場聲勢浩大的革命喔 也就是我們上一集有說過的 阿蒙哈特世事的改革 阿蒙哈特大約在西元前1375年即位 他實在是看不下去這種騙人的魔法與盲目的迷信 決定導正這種歪風 他把原本的祭司都驅逐出神廟 並拆毀神像 改由信奉世上唯一的真神阿頓 阿頓並不是憑空冒出來的新神喔 而是古代太陽神原本的名字 除了上一集說的 他把自己的名字改成埃赫納吞 意思是讓阿頓滿意意外 連他的妻子也跟著改名為 涅爾涅夫魯阿頓 好柔口啊 意思是阿頓的美人是美麗的 接著他建立新的首都阿瑪爾納 並開始改革宗教的教義 提出了應該是最古老的一神論宗教 也就是說阿頓不僅僅是埃及唯一的神 也是全宇宙唯一的神 他也從原本的太陽神 轉變成賦予生命、陽光與所有秩序的締造者 阿蒙哈特 啊不對 改名後他要叫 埃赫納吞 他試圖重新恢復原本那種 重視倫理與提倡正義的風俗 因此阿頓不只是秩序的締造者 他也會獎賞那些心地善良的人喔 同時他還是一位仁慈又關注著信眾的天賦 雖然我不是信徒 但這聽起來很不錯對吧 可惜的是 埃赫納吞的改革還是失敗了 在他鼎立革新的15年後 突然就掛了 雖然沒有文獻證明 不過多數人都認為啦 他是被守舊勢力給暗殺的 為什麼會這樣呢? 主要是對於民眾來說 一神信仰的變動實在是太大了 加上又沒有對於死後審判的約束 讓人民無所適從 此外 原本的多神崇拜有著神奇的魔法 與既定的儀式 這些對於懵懂無知的信徒來說 反而有著更強的吸引力 於是 埃赫納吞的繼任者 放棄了一神信仰 也放棄了新的首都阿瑪爾納 重新搬回到了迪比斯 也恢復了原本的信仰 複雜的儀式 與死後復活的觀念再度回歸 從此之後 埃及的宗教也就越來越走向 相信魔法與巫術的極端 祭司不僅可以施展死後得到救贖的符咒 甚至還能夠欺騙神明 談完人的宗教 接著我們來聊聊古埃及人的文明發展 古埃及人發明的文字 是我們大家都很熟悉的象形文字 象形文字的出現比楔形文字還要晚一點 不過卻跟楔形文字一樣 都有著象形符號與音節 不過象形文字又多了一種字母的出現 也就是說古埃及的象形文字是由三種符號所組成 象形、音節與字母 這代表什麼呢? 如果埃及人繼續把他們的文字進行改良 或演進 把象形、語音節省略 單純用字母來書寫的話 那他們就會發明目前我們所使用的 現代文字體系喔 可惜沒有這種如果 現代文字的起源要等到西元前1400年左右 菲尼基人把埃及人的字母 符號拿來作為原型 才發明了第一種純粹以字母所組成的文字體系 另外我們之前也有說過 蘇美人是用濕的泥板進行書寫嘛 但是古埃及人卻是直接用沙草紙來寫字 這簡直是太過先進的發明啊 因為在尼羅河的下游 也就是三角洲附近的區域 滿地都是紙沙草 這讓古埃及人很方便就能拿來製作書寫的媒介 不過全世界也就只有這個地方有大量的紙沙草 所以也讓沙草紙難以大量推廣 但相較於泥板或竹繭骨頭 這已經是非常便利的書寫工具了 古埃及人會把各種文學創作 短篇故事 警示格言或預言 甚至是政論文章都書寫在上面 洗完後還可以把紙沙草給捲起來成為桶狀 方便儲存和攜帶 也因為這樣的特性 讓沙草紙也被希臘和羅馬所採用 可惜的是 它只能在乾燥的環境中使用喔 若太潮濕就容易發霉 甚至破損 好 除了文字以外 古埃及人不管是在科學 醫學與數學都有傲人的成就 我們先從科學開始 如果大家還有印象 蘇美人帶給後世的三大禮物 分別是車輪 力法 和文字 蘇美人的力法是英力 也就是根據月亮的陰晴圓圈 來計算日期 不過呢 古埃及人卻在西元前2000年左右 發明了世界上最早的太陽力 陽力 顧名思義 就是根據地球繞行太陽的周期 作為計算日期的力法 他們把天空中最明亮的那一顆星星 天亮星 每年跟太陽連成一直線的時候 定為新年的第一天 也是藉此預報尼羅河氾濫週期的開始 這種力法其實跟我們現在所使用的日曆 相差無幾了 在凱撒力法出現之前 它確實也是古代最好的力法 它將一年分成12個月 一個月30天 剩下的5天則是過年的節日 再來是醫學 古埃及人認為疾病是自然因素造成的 不是什麼神秘的超自然力量 有了這種認知 當他們在面對疾病時 醫生就能夠對症下藥 而不是到處求神問補 雖然有些治療方式在我們現在看來 有點啼笑皆非 像是拿鴕鳥蛋跟龜殼攪拌後 用來治療胃潰傷 不過也有一些是不錯的療方 像是拿碧麻油作為泄藥 並依靠診斷脈動與心跳 來判斷病情 甚至還區分眼科、齒科或外科等等科別 而這些醫學知識自然也經由希臘人 逐漸流傳到歐洲 接著又是讓我頭痛的數學 但又不能不提 因為這項領域的超高成就 才讓他們的建築能夠到今天都屹立不搖 好 古埃及人應該是最早將圓分成360度的民族 並發明了計算三角形面積與三角錐 圓柱體、半球體等等體積的方法 這當然也幫助他們建造了偉大的金字塔 大約在戲院前2770年左右 古埃及的第一座金字塔就開始興建了 同一個時期的蘇美人 還在用泥磚建造房子而啞 而古埃及人在建築師的規劃下 在接下來的100年中 陸陸續續興建了好幾座金字塔 其中最有名的 當然就是古代世界七大奇蹟之首 古夫金字塔 高146.59公尺 底邊每邊長是230.37公尺 所以周長就是921.48公尺 再把周長處於高 你就會得到圓周率 Magic 關於金字塔的部分還有太多太多可以說了 關於這個部分 我不會專門做一集跟大家聊聊 有興趣的自己去Google 謝謝 最後我們來談談古埃及人的社會與經濟 一般來說 古埃及人通常被分為王族 祭司 貴族 中間階級農夫 五大階級 到新王國時期 也就是帝國時期 又多了一個職位 軍人的階級 地位僅次於貴族 各種階級的定位並不是固定不變的 而是隨著社會發展與權力興衰 有所輪動 像是古王國時期 貴族的地位比較高 但是到了中王國時期 中間階級如商人與工匠 獲得較大的權力 讓他們能夠跟貴族抗爭 形成一種政治平衡 至於到了新王國時期 除了軍人以外 祭司也因為巫術與明星的發展 逐漸掌握大權 階級與階級之間的差距非常大喔 上層階級有豪宅別墅 下層階級則是生活困苦 可以錯視M型化社會非常嚴重 怎麼跟現在好像 儘管階級差距很大 且容許一夫多妻 但社會普遍上都還是一夫一妻為主 而且女性的地位並不低喔 還擁有繼承王位的權力 像是第十二王朝與第十八王朝 都出現過女王繼位的案例 至於經濟方面 古埃及以農業生產為主 不管是小麥、大麥、蔬果與棉花 都有種植 到了中王國時期 商業迅速發展 因為他們得到了利比亞的金礦 因此對外出口便以黃金、小麥與亞麻織品為主 賺取大量的財富 進口則是以當地稀有的物品為主 像是象牙、白銀等等 而也因為商業的興盛 讓會計與記帳的制度也慢慢建立起來 古埃及的商人已經會使用訂貨單與收據 甚至有了書面合約、遺囑等證明文件 雖然下層階級是以物易物為主 但上層階級卻是透過銅環與金環作為交易的媒介 已經有一點貨幣概念的雛形 不過他們的經濟模型還是以集體為主 把國家視為一個整體去營運 從古王國時期的金字塔 到中王國時期的水利設施等公共建築 再到新王國時期的神廟 政府一直都是最大的企業體 不斷推重著工業、藝術與商業的發展 也正因為古埃及人將集體的力量發揮到了極致 才能帶給我們後世這麼多寶貴的遺產 甚至時到今日都還影響著我們的藝術、文化與思想 不過首先帶來文化上衝擊的 應該是他周圍的其他民族 當然這又是另外一個故事了 沙草紙難以大量推廣 但相較於泥板或竹繭、骨頭 這已經是非常便利的書寫工具了 古埃及人會把各種文學創作、短篇故事、 警示格言或預言、甚至政論文章都通通書寫 再一次 古埃及人會把各種文學創作、短篇故事、 警示格言或預言甚至是政論文章都書寫在上面 寫完後還可以把紙紗槽 捲起來成為... 捲... 成圖... 拉拉拉拉拉... 好 甚至是政論文章都書寫在上面 寫完後還可以把紙紙槽 好可惜 這個東西齁 我大學的時候一個晃晃沒有 一個是紙紙槽、一個是紙槽的 對 到底 一個是槽 然後做完之後你就要把它顛倒過來 不要顛倒吧 喔 真的是 好 嗚嗚嗚嗚嗚嗚罆